这回来势了那么多天 这些要全部洗一下 锅给它烧一下 这样会好一点 这些都气洗了一下 都脏死了 我们做这个是面 我是切浇江上面学来的 我要自己做一下 看这么多叠个差不多 再加一点 太多也吃不完 这么多 第一次点一下 看怎么做 做好不好 要需要打入一个鸡蛋 再加一点的盐 再加一点的熟油 好 这些够了 我慢慢的加水 不要多了 这个慢慢加 我 我是不怎么会做面的 基本上是说不会 去到浙江吃的面条 觉得挺好吃的 回来试试自己做 我们朝着一个方向打 加水 打好了 加水 没过这样泡一下 泡到一块我们再切 因为这个锅肥酒没用了 我们就给它烧一下 要干净一点 让它烧到这个我去配药 这个需要切一点的姜 你看这姜皮是绿色的 因为太阳晒到它就绿色了 别说土豆绿的不能吃 这姜应该没事的 把它切末末切细一点 再配一点的蒜 有蒜才长的蒜 有蒜好吃一点 其实 我们这个姜蒜末切好了 再切个热 把这个切滴滴小一点 肥热又肥热又色热 这是瘦的 现在猪热好像又涨价了 这木碗我之前泡的时间比较久 朋友们说不能泡太久 所以这次我也泡了半个小时 这木碗是小的 大木碗小木碗 小木碗的话200毫 吃点木碗好像说是可以补什么来的 烧好了 锅里加点菜籽油 加点的话 我们再放猪油才好炒 把这个猪肉丝下去炒一下 把油炒出来 这样我们吃肥肉也不太腻的 这炸好了 我们把这个姜蒜末放进去 这样爆上一下可香 姜蒜的香味 再把一点的瘦椒加下去 不要酒 一点黄豆酱 蚝油 这个木碗 这个木碗我就不切了 吃铁的挺好的嘛 我们再加点汤 再加点盐 来 来点老抽 好 再加点水 给它焖一块 好 好 我们这样就炒好了 这个叫灶子 我们这边叫灶子 有些地方叫焦头 焦在上面那个焦 我加水就是准备煮面了 这个水要多一点 锅一烧之后干净多了 我刚才放这个西红丝在里面煮一下 这个沉不沉稀我也不知道了 刚才把水倒了一下 哦 还可以 这样切进去 哎呦 好像太厚了 哎呦 想削长条一点 但是好像 削出来 要怎么削啊 还好嘛 至少还是成的 尾巴不成 我做的不怎么好啊 但是也将就第一次嘛 人生总有第一次 希望是把皮包掉 再给它多碎 不需要刀的 好了 我们煮好了 给它捞出来 开始我还以为少了 其实不少的 而且啊 我这个很不均匀 这个手艺好的话 做的很均匀的 两碗 这个手艺还得有的学习 还要进步 把这个酱啊 哎呦 放进去 放进去 多狗里 真好吃 来个两勺 学吃摔就多狗一点 哎呦 哎呦 我本来想端起来 端这个手 烫了 它烫红了 帅了我就这样吃 自己做也还可以 这些不拘鱼 也大也少 用来吃 用来吃 乱 吃 乱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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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吃 做一下米改为体健康的 因为自己家只有面粉 鸡蛋一点油 还有盐 自己炒的料也好 大鸡蛋 嗯 哎呀 你说嘛 我去了浙江回来 就肥了六斤 这个浙江的伙食也太好了 回来嘛 这六斤该怎么办 你想一下啊 六斤就是一个猪肘子 不是 一个猪肘子 一个猪腿 一个猪腿都没有六斤 我才那么几天就长了一个猪腿 比猪腿还重的 一个小的猪腿都是六七斤 大的才十多斤 我等于长了一个猪腿的重量 哎呀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 我都不敢相信 但就是长了这么多 长长下去不然一百二 哦 现在已经一百了 一百三 一百五 二百五都到了